像牛牛八岁了 他们仨是我儿子 路虎 奶奶和库库 只有十个月的 库库出生后啊 跑到别人家生活了 听说今天要上电视 他非要回来露脸 这就是我们一家 看着一家子的大耳朵 肥腿 小钻腿 还有胸前像微博一样的白毛 是不是有点萌到你了呢 除了卖萌啊 他们还会不少本事 你看牛牛 跟主人配合 击掌 打滚 匍匐前进可是样样都行 而路虎最喜欢的 就是和主人一起唱歌 何建明一唱卡罗K 路虎就要跟着来几句 相对于活泼的牛牛和路虎 奶奶就比较害羞了 她最喜欢躲到沙发底下 平时母子三个最喜欢玩的游戏 就是顶气球 你一下 我一下 都可以组球队了 除了给主人带来快乐 蒙宠科技们还担负着保护主人的重任 何建明说呀 有一年过年 要不是牛牛机制 家里头很小出事了 自从有了这三只蒙货 何建明的女儿再也不担心父母无聊了 就是他们的话就会陪着老人家 在家里面不管是怎么样也 不管是一整天啊 就是陪着他们 我们就不用小心那么多 也给他们带来乐趣 给他们结梦